走进天下第一名场 仿少林高人 看武僧们的习武生活 在巴巴里武当 里列武当三丰坛的高超武艺 又一看 这个地方 这是中道长刚刚打拳的时候 脚下踩出的一个脚印 我就刚才一直看这里 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来到武当道教武馆 感受武当功夫的甘油并进 俄美山脚 寻访俄美武术 所以我们看起来 可能这个动作 比较小 而且很优美 但是实际上 在实战当中 也是很有意义的 结合了第一特点的 俄美套武术 有哪些独门秘籍 比起其他同学来说 他好像多了一门技 中文国际频道 特别节目 一往无前的假戏剧 武林寻踪 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 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它讲究刚柔病气 内外兼修 更因其浓厚的神秘色彩 而被人们所瞩目 引来众多武术爱好者 争相学习 今天的节目里 就将带您走进几处 中国著名的武术圣地 一同开启 武林寻踪之旅吧 天下功夫出少林 少林功夫假天下 武林寻踪的第一站 非天下第一名场 少林寺末属 位于河南少林寺 是少林禅宗的发源地 这里因其历代少林武僧 前进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 而名仰天下 这里就是少林寺的秘密练功房 电影《少林寺》中 武僧练武的画面 也取景于此 你瞧师兄们 头冒烟 脚陷坑 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 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 什么 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记住 要练武 不怕鼓 西方圣文殿 平时并不向游客开放 为了配合我们的拍摄 寺院安排了武僧团的僧人 为我们还原了当年练功的场景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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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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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我刚才其实在进来的时候 看你们只是在那笔或排练 我还以为只是一个 就是 类似于像就很表演性质 但是没想到真正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力量爆发出来 那么震撼 你们踩的时候就踩这个坑里 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就复原 他们当时练出这个坑的动作 对 那为什么这个动作 是哪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地板 给踩成这么大一个坑 实际上剁脚的动作 对 是真脚的动作 哦 那我看 少林武术 名仰天下 即使没有到过少林寺的人 也听说过少林僧人 因练武 把大殿中铺砖的地面 都剁成坑 在西方圣人殿中 用方砖铺成的地面上 有48个深浅不同的脚坑 这48个脚坑排四行 前后左右 间隔两米左右 排列整齐 最深的有50厘米 您好 您是教练是吗 算是他们的师兄 哦 师兄 我看您刚刚在这喊的时候 他们这个动作 真的就是有脚踩到这个里面 对 哇 这整个一练起来的时候 不光是这个喊声 震耳欲聋 而且我站在那 真的可以感觉到 虽然是砖地 但是那个震动 可以传到我的脚下 很厉害 他们刚刚练的这算什么拳吗 算是少林拳法里面的一个基本功 每一次震动 他不只是震他的腿力 腰力 肩力 他都在运动 所以他练的是整个动作的经济神 少林拳的基础膜 也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哦 还不仅仅只是说练腿劲 对 但是他全身的力量 可以通过这个地上的坑 来体现出来 就已经是采出这样的 这个坑其实也是 以前的老武生 告诉我们现在的小武生们来说 就是说 功夫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 是 功夫就等于时间和汗水 颜存法师说 少林武术特别重视腿上功夫 来往一条线 少林拳的套路 基本上要求 不管身子怎样变化腾挪 脚步始终要在一条直线上 所以这些脚卧的排列很有规则 现在少林寺的武僧们 已经有了新的练功方 颜看法师告诉我们 在这里武僧们要学习的是 实战搏击的课程 您也是少林子弟是吗 对 那这个我们刚刚看 他们带着练得很久啊 就是你是在教他们打的是什么 拳击 是不是都拳击的 就是中国的功夫 功夫 但我怎么看那么多功夫 那么像那种搏击呢 就是少林功夫里面的一些用 怎么样来用 它怎么样来用 用在实战章的时候 它跟套路是不一样的 套路是学你的整体的投眼生化步 那你在实战章的时候 为什么叫散手 散手就是你能够把你所 其实套路的东西能够拆散了之后 能够用 比如说一个汽车 你把它拆散了之后 你就根本看不到这个汽车 对吧 所有的配件 但是它每一个配件都是有用处的 只有懂的人 他知道它怎么用 一个腿就踢30啊 然后他们就这样互相踢 然后他们就这样互相踢 这是出去的 这没有用力 这没有用力 可是先练这么一个意识 功夫的 它最终的 最终还有一个跟其他体育项目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它能够用于实战 对吧 它能用于搏斗 那么这个搏斗的时候呢 你要是能够练出一心不乱的话呢 你定心就已经很好了 你能控制自己的圈脚 你也能控制对手的圈脚 这就是一个少林的这个禅武的功夫 之所以说功夫而不是武术 是因为功夫是修行 是参禅 练习功夫的目的 是为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品行素质 他们少林四僧人的练武 其实就是一种修行 所谓的制敌 那是在你碰到对手的情况下 你可以运用 你能控制住 你能够把握好你自己的心态 你就已经能够制敌了 我们练功夫的所谓的 自己的这个敌 不是讲的是对手 讲的是自己 禅修方面有一种叫苦行 那么练功夫其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 一种苦行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 他不理解少林的僧人为什么练功 如果我尝试一下这样的解释 练功就是练自己的心 就是想办法战胜自己的惰性 练功就是让自己的拳脚 能够听自己的身心使唤 身心能够合一 还能够像做传业那样的入定 其实 真正的少林功夫并不花哨 它不像影视作品中展示的那样精彩好看 真正的少林功夫 朴素 始于实战对抗 我们之前所熟知的 头破钢板 银枪刺猴等绝技 其实很难在少林寺中看到 因为这只是武僧们 过硬基本功的异动展示 看这只手完全都给踢红了 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没事是吗 那你们在这个互相练习的过程中 会不会有的时候互相伤着会吗 不会啊 就是看你用劲了 但是其实还是有分寸感的 是不是 我们看不到武僧的练功时 有任何的吵闹和情绪 年轻的他们 在拳脚过招时 也是淡定平静的 因为禅宗没有把武技看得太重 而是以禅定功夫为根基 泯灭争强好胜之心 摒弃尘俗 纷扰之念 才使得这些武僧们 习惯于在心境如水 无患无虑的状态下练功 再加上寺院武功的传统优势 所以历史上的少林武僧 才会步入武学的较高境界 一些武林高手从这里走出 禅法的作用功不可没 就像言兹法师所说 要战胜的其实就是自己 明阳四海的少林武术 让很多外国朋友也为之着迷 每年都有很多外国人 来到这里学习少林功夫 摄制组在言堪法师的带领下 走进了少林寺的少林文化学院 正在上课的这二十多个洋弟子 来自欧洲 非洲 他们要在少林寺待上三个月 从学习中文开始了解少林文化 因为来少林寺不到半个月时间 所以他们大多中文水平不太好 他们每天的生活很简单 就是学中文 练功夫 有空就去私院里转转 不养万里的来专门学少林功夫 那你平时跟他们聊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 他们有的人就是说 可能就是少林文化在他们心里 就是一直来说都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部分人可能觉得 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些文化 这些东西比较神秘 他们感觉那个中文好像就是 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可能理解的东西 你好 你好 我很好 谢谢 I'm OK 你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是从哪里来的 乌干达来的 这个来自乌干达的学员是帮你的开心果 他告诉我们社队组 在乌干达 他曾经接触过中国功夫 他曾在当地华人开的武馆中学习过一些 但是仍然觉得不过瘾 他的很多非洲朋友 都对中国功夫很感兴趣 学习到真正的中国功夫 是他来少林寺的最大动力 他觉得 中国功夫对腰腹部的力量要求很高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比换一下 It's your show time Please It's your show time No OK Thank you Dampaijo Dampaijo 来 Dampai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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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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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 由衷的鼓掌 我好奇你刚刚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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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The name is Chinese name My name is Wamala Peter 你有中国名字 中国名字 is Bai Shun Feng 白 姓白 Bai B-A-I B-A-I 白就是白对 Bai Shun Feng 顺丰 顺丰 是吧 哇 这个名字 看得出来 白顺丰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 既学到了功夫 又结交到了朋友 气候 环境和饮食上的差异 都没有影响他们在少林寺学习的决心 相信这段在少林寺学习的经历 会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向往少林武术的不仅有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 很多中国人也都有一个少林梦 除了少林寺 在松山脚下的登峰时 就开办有很多家武术学校 在这个有着67万人口的城市中 大大小小的武术学校就有大约50家 而来自五湖四海 在这里学武的学生人数能达到10万人之多 设置图走进这里的一家武术学校 走进来以后看见整个两边的操场上 孩子们全都好像在上体育课一样的 再仔细看他们的动作非常的有力量 也很漂亮 很多登峰的武术学校都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学体系 我们现在所在的五校少尔部学生年龄在五至十二岁之间 能看见操场上有认真联系的 也有淘气偷懒的 毕竟他们还是个孩子 小小年纪被父母从全国各地送到这里学武 你在你们班上好像个头比较小 你几岁了呀 八岁 那你是哪里人呢 湖南 湖南人呐 湖南哪里的 湖南长沙 长沙的 那离这还挺远的 那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学武术啊 学武术也好了 长大了就可以三打 三打打一遍了就可以多金牌 也许因为有理想 小桃练得特别认真 我们听说 两年前她被妈妈从湖南送过来 开始因为想家 每天都哭 后来 逐渐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又有了一大群小伙伴 慢慢的变得开心起来 上课练功都特别积极 在武术学校 还有一些培养专门人才的班级 我们设置组走进练功房 影视班的学生们正在训练 您好 请问 您是老师吗 你好你好 我看这上面写的是一个艺术表演团 你们这个地方是在进行练武功还是在进行排练 进行日常的训练 日常的训练是吗 那这些孩子是从学校里选拔出来的吗 是的 学武的时间 老师告诉我们 影视班学生们的培养方向是武术表演方向 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已经参加过电影电视剧的拍摄 这些学生们从基础班中挑选出来 形象要好 功夫也要有一定基础 什么武功好啊 二指禅 上来就给我抱一个二指禅 是这个二指禅吗 是 72天 我看一下你的手 好像这些关节都比较大是不是 对 就是天天找个硬的东西 然后把手指都 然后敲 然后敲硬了之后就可以做 我还真的是很诚实 就把那个秘诀告诉我们 除了二指禅 孙洪文的另一个绝技是铁头功 哎呀 天哪 把火给打着 哇 世界基尼斯计论 是104 他现在已经是 已经是 个人已经打破基尼斯计论 那你可以做多少个 120多个 一分钟120多个 像刚才 只有八岁的宋洪文告诉我们 他在武校学习已经三年了 因为也想成为电视里的那些明星 所以就要求爸爸送他来武校学习 那你最喜欢的武术明星是谁 真是当了成龙 那你觉得你以后可不可以比成龙更棒 感觉会比他 哎呀感觉会比他更棒 嗯 在交流中我们发现 影视班的孩子们学武 基本上都是受武侠电影 电视作品的影响 那些适合表演 镜头展示 吸引观众眼球的绝技 是他们最想学会的 头破钢板 玻璃传针 单手劈碗 诗歌们表演的这些绝技 让孩子们羡慕不已 能看到他们目光中的崇拜 那你们这么努力 也不后悔 也不怕吃苦 练好武术以后 决定要干嘛呢 当兵啊 拍电影 是吗 还有呢 当导演 当什么样的导演啊 武术指导 武术指导是吗 哦 这是你们的梦想 那你们觉得 这个实现的可能性大吗 大 哇 特别的有决心啊 看着这些热爱武术的孩子们 正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我们有脸相信 可能他们中的有些人 在未来的某一天 就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加油 在八百里武当 领域武当三中派的高超无异 这个地方 这是中大长刚刚打拳的时候 脚下踩出的一个脚印 我就刚才一直看这里 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来到武当道教武馆 感受武当功夫的刚流并进 中文国际频道 特别节目 一往无前的假期之 武林寻踪 正在活出 欢迎收看 传承千年的中华武术 自古就有 北重少林 南尊武当一说 位于湖北实验室的武当山 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之一 它与松山少林 一南一北两大门派 分别是内家圈和外家圈的代表 中道长的弟子夏施崇 为我们表演的玄武拳 是武当山的本山拳种 此拳或快或慢 或刚或柔 阴阳各见所长 所以又称两仪拳 也是太极门中的必恋长拳 另一位白衣弟子吴施珍 手中则是道门独有的兵器 浮沉 浮沉在道门中 有浮去尘缘之意 也是道人外出云游的随身之物 后人将浮沉 演化成武术器械后 融合了刀 剑 鞭 镖 等兵器的动作特点 听中道长说 武当武术重在练习精锣 气节运行 而且练功之时 状态一定要达到松弛 这是一个长期修炼的过程 离开练功场 我们回到山东门前 在这命朝金顶 背影高山之处 道长要为我们一展武当三丰派掌门的风采 那中道长在这给我们展示一套什么功夫 那我再练一练这个太极 太极的这个会员装功 武当会员装功 以太极为基础 分动静两部分 动科调理呼吸 运动细血 活动筋骨 静则培养能量 运行周天 修炼精气神三宝 功法讲究入静无物 脚下如落地生根 云龙洞前 空谷鸟鸣 山峰浮动 在武当群山的硬沉下 中道长一朝一世 启程转合 仿佛行云流水 连绵不绝 森人张工的一部分 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刚才我在看中道长 打这套太极拳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呼吸 都被自己提起来了 最后随着您的这一下 我也跟着长出了一口气 看着风吹动着您的衣服的下摆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会有 鸡皮疙瘩都会有一点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一看 这个地方 就是中道长刚刚打成的时候 脚下踩出的一个脚印 我就干脆一直看这里 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这个是通过气力才能踩出来这样的吗 一念下沉 从我们平时练的时候 有第三次的感觉 所以越踩下盘越稳 因为这个太极弓真的是很近 可能真的是内力 您能不能让我感受到您的这个气力 这个气力它动了 它一个是你看到这慢慢在动 你看到这很慢的才动 它一个是爆发出来 它不是这样的 反正一 二 二 二 爆发出来的它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碰到您了吗 是碰到 就碰到一小下 有一点点痛 有一点痛是吧 我们刚才慢慢练着 练那个铁内的那个能量 那个气血 它一旦爆发出来 它铁内往外发弹 哦 它是抬出来的 所以它下盘根有稳 哦 这个能量有充足 哦 我感受到这个能量了 因为我的手指 因为我的手指感受到了 借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也向中道长讨教其调 在武当的无边山色中 在这样一个独立事外的清幽之所 从中道长一惊一顿的招式中 我们仿佛也看到了他的追求 八百里武当 藏着很多武林高人 在狮子峰的顶峰 有几块面积不过三四平米的岩石 岩石下就是悬崖 有很多道人们都喜欢在这里打坐修炼 正在这里练武的原道长 应施制组的邀请 在这里展示了一段太极功夫 您会在这里打太极吗 这个地方可以打太极 这个地方会不会觉得显了 这个显我们就是要找这些地方来 它是比较显的悬崖峭壁 但我们要达到这种 对人的这种心境的训练 看着云道长在狭窄的悬崖边打起太极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我们不明有些胆战心惊 但他的一招一式却动静自如 武当内加拳法最讲究挑身挑膝 与挑心 要求练习者姿态放松 呼吸自然 在狮子风上举目望去 曲山环抱 云舞升腾 仿佛天人合一 恐怕这也是道人们 为何会选在狮子风顶习舞的原因 在这里太极拳法与武当群山 已融为一体 现在 有很多仰慕道家文化和武当派武术的武林爱好者 都希望能够在武当山学习原汁原味的道家功夫 武当山下也开办有多家道家传统武馆 不仅很多中国的武术爱好者愿意来这里学习 不少外国朋友也会不远万里 专程到这里学习功夫 练武场上几个正在卖力练习的小朋友 引起了设置组的注意 你练了多长时间了呀 你就是 喜欢练这个吗 你是怎么会想到来来学武功的呀 这是我爸爸也学了课 这位小朋友名叫李东雪 他现在学的主要是功夫扇和太极拳 已经练习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哇你练得很运功啊 马上就要到你表演了吗 好那我们待会看你表演了 你看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耍上一招办事 而且打起来都特别的有精神 在不远处还有一群年纪更小的小朋友 在那里给大家呐喊助威 你们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们都多大了呀 这些小家伙的岁数都不大 看见我们设置组一点都不怕声 都踊跃地回答问题 想要表现自己 有的虽然数不清楚自己来学了多长时间了 但是打起拳来一点都不含糊 这家武馆的馆长是设置组的老朋友 之前我们拜访过的武当山三丰牌第十五代武术传人 袁修约他开办这家武馆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 以前年记者就向他请教起道家的传统礼仪 在今天表演的各个班里面 最吸引我们注意的还是这些外国朋友 看着他们在这里习武打拳 好像在看功夫电影 他们练习的都是武当内加拳 是一种集武术养生为一体的精妙拳法 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柔克刚后发之人 在中国素有北重少林难尊武当的说法 而这些养土地正是着迷于刚柔并济的武当功夫 才不远万里来到了这里 袁师傅说 现在有一个传统武术班 教的都是外国学生 那像这种传统班要学多长时间 五年 五年啊 五万时间 每一年 他们每一年就回去换假 也是有假期的是吗 有一个反假 就是过两次 就是这个圣诞节他们反正 这边哪些是传统班的学生 这个班是传统班的学生 这边就是传统班的学生 就是这一部分 经过接触我们发现 有的外国朋友中文并不是很好 所以学习无数难 在语言交流上有时会有一些困难 你好 你能听懂中文吗 一点点 一点点 我觉得他中文说得很好 你来中国几年了 三年左右 三年左右 怎么会想到来这里学习武功呢 我要学工作 要学教教文化 要学工作 西蒙是美国人 他来这里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网上看到原师傅的武术表演 觉得非常的酷 于是就通过网络报名来到了这里 西蒙说师傅的英语不错 平时交流起来没什么问题 他们的班长是中文最好的 有时候也可以帮助他们 怎么称呼 什么称呼 什么意思 你的名字 我叫杰夫 杰夫 你好 杰夫也来自美国 来武当山已经有四年多了 他是这个班里面最早来到中国的 杰夫说 他以前就学过不少功夫 像散打 自由 搏击等等 直到有一次见到了武当功夫 发现这才是自己想要学的中国功夫 你看这里摆了好多的兵器 这些兵器都是你们平常练习收拾的 我们最近摩托班在学发行贵 还有这个兵器 这个兵器叫防边场 叫什么 防边场 防边场 这个是一个 我看这个看起来好眼熟 对 很重很重 好重啊 跟我讲这样有点不一样 我总觉得好像像这种武器 都不是特别重 对对对 但这个还很沉的 而且这看起来有点像西游记里面 这个杀僧用的这种兵器 这里摆放的兵器很多 除了基本的刀剑棍棒之外 还有道家专用的浮沉 姐夫说 想要练好哪件兵器都不容易 听姐夫讲了这么多 我们设置组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他给我们表演一下 姐夫说 他知道我们想看点精彩的 于是就叫来他的同伴 为我们表演一段刀枪的套招 兵器对练讲究的是 双方需要全神贯注 不仅自己的套路要熟练 而且要注意对方的招式和走位 不然很有可能出现意外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他还曾经因为不小心伤到过别人 后来便更加刻苦认真的训练 我很忍不住要上来采访你们一下 我刚才看到 你这个枪这一块是刚刚被削掉的吧 掉到地上了 看来这个刀子真的很锋利啊 你看 一小火满头大汗 你们平时自己也会切磋吗 会切磋 我能感受一下吗 其实很有分量啊 比划起来也很累的 但是我看你没比划下都特别有力量 像这个你练了有几年 这个就两年 就两年 杰夫说 他和西蒙表演的这段套招 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练习了 不然会打得更漂亮 原师傅说 现在这个时代 能有人安下心来学习功夫 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这个传统班 一学就是五年的时间 所以只要能坚持下来 无论从功夫上 还是文化上 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武当的文化 道教文化很有用 然后我觉得外国人 美国人特别是美国人 美国是美国人 所以我知道美国人 美国人他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传统 因为武当的文化很远过 很深奥 然后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学 你也希望把这部分精华 带回自己的国家 希望你将来能够成功 有很多的弟子 也成为一个像袁道长一样的好师傅 谢谢 武当山秀美的风景 何来武当山学功夫的养土地 让我们设置组感觉到 这里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 可以让人们远离喧嚣的都市 去实现自己的一个简单的梦想 所以我们看起来 可能这个动作比较小 还是很优美 但实际上在实战当中 也是很有意义的 结合了地狱特点的 俄眉派武术 有哪些独门秘籍 比起其他同学来说 他好像多了一门记忆 中文国际频道 特别节目 一往无前的假期之 武林寻宗正在播出 俄眉派武术与少林派武当派武术 并列中国武林三大名宗 俄眉派功法 介于少林阳刚与武当阴柔之间 一柔一刚 内外相众 长短并用 市值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俄眉派武术省集传承人 王超的旦下 走进赫赫有名的俄眉山 寻访俄眉派的武术高人 俄眉武术是俄眉拳 俄眉剑 俄眉枪法 俄眉扣手 俄眉散手 俄眉练功法 等各种技艺的统称 有着俄眉七雄这一枚鱼的张世忠 首先为我们展示的是 俄眉罗汉拳 罗汉拳 正arbeiten 作戏 三宝 拳凳 支持 拳击 支持 宣众 discrimin 其他 这一开始那几个动作是象形的动作 就是跟罗汉的动作 就比如说 根据十八罗汉吧 忠实而立民开始的 比如说第一个 童子外宽音 这样 他这个很形象 对不对 然后降龙细虎 降龙细虎 不 这个降龙细虎 这个降龙细虎 抓着虎对吧 降龙细虎 这个就是罗汉师兄 师兄罗汉 长眉罗汉 长眉 那你眉吗 你下去 那眉 离下去 对吧 长眉罗汉 这就是离眉望的意思 对对 长眉罗汉 这个等等 这些装饰 那像您做刚刚做的 比如说这个 长眉罗汉 吕眉望这个动作 如果真在实战当中 也有这个实战的意义吗 实战就是说 就不是这个方位 比如说 他腿来着 我这个任何一个动作 他都可以 这样就 比如说我要惯他也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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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手 往下 如果说我从他 他这个三掌就过来了 你看 你看 你看他的掌 然后动作是这样的 对吧 让球你先过来了 就是稍微变了 就推出去了 你看是这个动作 就过去了 实际上这个动作 碰 你跟对方的脸也打过去 而且你的手也过来不着 对吧 你不管怎么走 他就过来了 他其实是对于这个身前 梳理眉毛的动作 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防攻的动作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都可以来这个化解对面来的力 对 所以我们看起来可能这个动作 比较小 还是很优美 但实际上在实战当中也是很有意义的 像这个罗汉拳是种拳 我看主要的动作都在手上 你看我们这个 他刚才打的这个拳 对不对 主要看着他这个手法 他的这个旋转 挺快的 特别快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手法 男拳北腿 武术界还有一种说法叫 少林拳 武当掌 峨眉手 峨眉的很多功夫 体现在手掌和手腕的灵活运用 罗汉拳尤其如此 我发现真的是这样 就刚才这个 张乐福打的这套拳当中 其实有很多这个很小的动作 他可能不是就是像我们感觉好 一定要这样 特别大 往这往那都不是的 但是特别小 可是他做的特别到位 然后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实战意义的 对 比如说他这么一拳对吧 我刚才比个动的话 这样出去对吧 那时候就变回来这样的动作吗 哦 我给他 你看 他就挂了 对不对 再两手 一大就出去 如果我是左拳打去 他也是这样 你看 你啊 哦 直接就攻击了你的这个动脉处了 你一出拳 他这个拳对不对 他这个掌就把你给住了 然后顺势就给你掌 我们进攻对方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这称为正门 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 比如说他的体型很大高大对吧 嗯 我就力量很重 我就要躲闪他 打他的变门 哦 就是走 把他力气消耗掉 就要用快 哎 对 就要躲闪 就让他疲惫 我就还记他 哦 因为根据四川人吧 都很危险 对吧 峨梅山山路很多 这样的 跳跃躲闪 小众都 他其实要种在这个 非常的灵活 哎 对对对 灵强 跟这个地域也有特色 也有关系 五十一岁的张世忠 从十岁开始西武 师承峨梅山高僧 试痛用大士 四十年的不间断习武 练就了行云流水般的 罗汉拳法 峨梅派武术 很多套路都结合了 当地的地域特性 和习武之人的身材特点 曾有人戏称 中国武术三大宗牌的特点是 少林走直线 武当转圈圈 峨梅打两边 三十六岁的李万峰 自打七岁时 就开始和师父王超 学习峨梅武术 最擅长的 就是峨梅拳 峨梅拳发进时 以身代弊 机法突出关 点盘提四发 特点是动作小 变化大 借力实力 一巧打人 请不及格奥梅 赋力实力 俄美派武术在明末清初前属道家正统,遵清净无为作风。 到清代初年,俄美山分道并存,于是演变成佛道一家的俄美派武术。 受佛道如三家灵象,所以俄美武术非常注重养生,内加工法在民间流传很广。 这也因此吸引了很多武术爱好者,他们希望来俄美山学到真功夫。 如今,俄美派的弟子们就在俄美山下,开办了很多武术养生班和培训班,希望以此将俄美武术推广开来,发扬光大。 那你为什么喜欢打拳呀? 好玩,会不会觉得很辛苦,我刚刚看你们蹲马步蹲得很低,辛苦不辛苦? 辛苦也有一点,但是依然是因为打拳很有乐趣,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小伙伴一起,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比起其他同学来说,他好像缩了一门记忆。 武林选踪,我们带您领略了中华武术三大门牌的不同风采,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 中国武术刚柔并济,内外兼修。 既有刚俭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 它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伴随着华夏文明流传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